回高一點 這個地方伊芙琳跟丁特 狹路相逢 可是這邊早晨就在旁邊 哇這一個閃跳傷害之後打出來配合一個衝刺 在這一個地方成功的擊殺掉了 NAZPPA打野這一次環以言 還開始打出 跳出來喔這一個地方 早晨躲過了這一個西門的W 這時候中路開始打起來旁邊也有人在傳送 這一個早晨的大絕是丟到西門 究竟他猜不猜得到了這個點燃 丁特直接這樣過來 這個Q擊殺掉了 勒布朗現在這次是丁特跟NAZ 在PK再一個QQ剛好 CD好在這個地方皇上顯靈 顯出他皇上威猛 但是這個地方綠茶趕過來打決 沒有盯到丁特但是他這個 劍是有打了丁特上面 哇這個地方丁特退的 有一點點晚 打不出結果 對但是現在雙方都在這個龍區附近準備就緒 互相在用招式 彼此施探製收綠茶劍 已經打到了丁特 丁特只能開啟大絕 可是這個大絕的位置其實並不是很好啊 西門看到這個殘血的丁特之後 馬上使用兩段大絕 將這個丁特給擊殺掉 但是中了結的那個Q 被稍微定一下 小鋒在旁邊 胡笑容音的第二段Q 則是踢過去了 從11不定也擊殺掉 雷尼克頓 西門 西門在這個地方也擊殺掉了 這個早晨 TPA只剩下兩個人 非常非常的重 真的如果要硬要講 這個地方西門真是點掉了 TPA的這個中路外塔 真的硬要講 會覺得沒有位移 可是補助上又是一個 比較偏保護性的 我這邊直接傳送 過來綠茶的這一個大絕 並沒有定到BB 可是傑哥譬如哭哭 我的藍盾 我的藍盾竟然是放在BB上面 敗掉了莫菲特 可是 這個地方丁特隱形過來之後 稍微Q了一下綠茶 打掉了綠茶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可是卻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也要開起來嗎 綠茶衝進去之後 丁特直接原地大絕 閃現這個大絕的CC 只有CC到兩個人 是說AHQ也將這個塔給摸掉 可是傑哥的這個大絕 定到了兩個人 小鋒的血量不到100HP 因為團隊經濟比較好 除了四斜者以外 還除了三項之力的兩項也提出來了 這邊要來壓中塔 這個地方 成功的緩到了綠茶 這個地方找成了這個大絕 有大到的小鋒 有辦法直接將小鋒給秒亮嗎 傑哥閃現 開啟了大絕之後 小鋒在臨死前 則是將傑哥給踢遠一點 避免自己的隊友 被摩甘娜CC住 這個地方BB正在追擊 西門 西門在被扣個摩的R打到之前 馬上使用他的W逃掉 現在R7 對於TPA來講 壓力可能就是在於說 因為小鋒他是有帶傳送的 這個地方 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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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稍微被逮到 往左邊走之後 然後再運用這個路線 這個一個 黑牛的E-Dash的時間點 其實很漂亮 並沒有被丁特CC住 摩甘娜的大絕 並沒有釘到任何的人 到貝的情況下 上去黏住了丁特 丁特 知道後面有人 所以他選擇往左側啦 對 因為其實NAZ 這個位置不錯 等一下他可以在一個很棒的 實境點切入戰場 這時候雙方已經打起來了 沒錯 NAZ果然從後面切入戰場 這個大絕 看起來是有打到三個人 BB則是跟NAZ纏上了 NAZ交出了這個閃線之後 BB則是回頭 將這個重心 輸出重心轉往主戰場 小楓的這一個踢 直接將BB踢到NAZ旁邊 就是BB會獲勝的 還是NAZ 看起來是BB要獲勝啦 可是黑牛的這個狀態也非常的好 黑牛在這個地方 成功地演出了三連殺 這邊黑牛還沒有放棄追擊 因為Evelyn 這個Q 命中了 Ganedevo 三連殺 這樣劉娜跟勒布朗 就會有很好的發揮 這個地方丁特又跟小楓狹相逢 小楓將丁特 踢往自己人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丁特的這個大絕獸 CC到三個人了 丁特並沒有被擊殺掉 這時候阿奇也準備要進場 早晨則是在輸出 HQ的這個前排 TPA的這個陣型 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阿奇在前排輸出 第二段大許奪掉西門的這個鎖鏈 早晨則是黏到了NAZ NAZ被BB稍微普攻一下之後 則是由這個早晨的DOT傷害給擊殺掉 這個地方TPA目前是以0換2 只是在繼續追擊 這時候早晨的那個大絕CD好了 可是這個大絕是打在西門的分身上面 黑牛的狀況也還OK 可是哇這個地方西門的這個重心 哇這一個地方這一個地方這一個地方 西門稍微晃神了一下 但是這邊還在 這邊又是一個2打2 黑牛的伊大許稍微往後退拉了一點點 這一個2打2 丁特還則是在繼續追擊 丁特一次大絕打掉了小豐 三百... 沒有錯四野的這個控制... 從小剃圖可以看到BB就是 往下路去... 等一堂這個小豐的分推 丁特在這個地方... 轉轉轉轉到兩個 但是還是被抓到了 在佈置巴龍四野的... 沒錯... 小豐也已經傳送過來了 在這個地方要開始打了 哇而且很貪心啊 拿巴龍還要殺人 這個一定會Q1過來 再回P一隻摩甘娜 他真的被釘住了 這個摩甘娜的黑盾就上得很漂亮 綠茶在遠方的這個大絕是有牽制到了扣格魔 在這邊... 剛剛雖然放BB配上一個漂亮的盾 但是沒有辦法阻擋跟上來的綠茶CC 直接擊殺過後... 敵人血剛剛會被黑牛點了幾槍 這一波應該可以順利直接點掉 已經打了一下塔 看起來TPA直接硬開了這個 丁特的大絕是有CC到人 但是也沒有辦法 雖然還是被擊殺掉 被勒布朗給擊殺掉 綠茶這個大絕並沒有定到太多的人 BB輸出的這個位置看起來還不錯 可是黑牛的這個狀態也很好 黑牛直接大絕上去之後 因為紅BUFF是牽制住了這個Archie TPA現在場上只剩下AP Carry和AD Carry 相對的AHQ 這是三個人都還在場上 這是AHQ這個會戰的勝利 成功的以二換三 其實TPA已經開得算是不錯了 但我覺得坦克的坦度實在是相當的不夠 那相對來說 扣格魔雖然也很肥 但他不太敢上前輸出 這個地方黑牛Dash 但是並沒有辦法普攻到扣格魔 這個地方TPA有機會重新守住 AHQ在這個地方稍微有一點點擊了 NA自己這個大絕也BB的 最後一次R成功的擊殺掉了NA 終於這個地方施加壓力 所以TPA不能再容許任何的犯錯機會 這個丁特的這個大絕開 非常的重要 那個西門 對這個輸出是打在丁特上面 可是丁特還是使用分身了 西門的血量有一點點低 AHQ這一波可能會非常不妙 BB的血量還有一半 這個地方伊芙琳在畫面剛剛沒看到的地方 成功的shutdown掉了Morning 現在AHQ場上只剩下三個人 阿橘最後的燒傷也燒死了 樂不朗 這一波AHQ打得有一點擊啊 對沒錯 西門這個poke的武士 這個地方AHQ AHQ直接成功的直接開巴龍 綠茶在旁邊只是躲起來 可是這一個綠茶跟隊友只是分開了 此時戰場分成兩個部分 TPA的後排跟AHQ的後排 目前TPA的後排成功的 這一個hold住了 擊殺掉了這一個AHQ的前排綠茶 然後西門同時也被TP的前排給擊殺掉 黑牛的飛撕的可怕之處 丁特稍微繞到了AHQ的後面 這個成功到CC到了兩個人 這時候AHQ其他隊員跟上時間有一點點晚 BB找到了一個不錯的地方來做輸出 摩甘娜套上黑盾在BB身上 BB的這個普攻則是在打黑牛 有辦法打得贏嗎 BB這個閃現在位置普攻 擊殺掉了黑牛之後 繼續普攻 這個血有辦法吸回來嗎 配合上的殞落這個血吸回來了 一個R並沒有打到 打到了NA自由 但是西門也還在場上 西門 哇 這個R成功的擊殺掉了西門 BB目前他的這個攻擊距離還不夠 他的W裝好 他究竟是要選擇R呢還是選擇W 這個R打到了小鳳的這個盾上面 但是他R的這個距離已經不夠了 小鳳成功的躲掉了 在看BB的這個R 成功的打到要逃掉了西門 這個地方又開始在打起來 小鳳的血量有一點點低 被這一個菲斯的DOT傷害給擊殺掉 丁特 丁特 丁特冷靜啊 不要再往前了 這邊 喔 不是啦 打眼 這也要開囉 打完粉眼之間這個開 究竟在這一個巴龍的爭奪賽中 TPA獲勝還是AHQ獲勝呢 這時候視野已經佈置好 露西恩在遠方List is over 將大絕給打在丁特上面 將丁特的血量達到直升大概 四分之三左右 血量還非常多 摩甘娜這個Q打在綠茶身邊 哇但是我覺得AHQ的這個站位 有機會來一個切斷中路 丁特這一個閃線大學成功CC到了 兩個人AZ還在找機會 想辦法要來一個切斷戰場 哇這個傷害好誇張 綠茶抵擋不住 這一個綠茶在死前放出的大絕 剛好被捷割了 這一個黑盾給抵擋住 BB現在要來直接衝囉 這邊有一個BD王 在西門BD的過程當中 AHQ其他隊員還是適當的 跟這一個TPA的隊員保持距離 但是保持距離保持得不夠好 還是靠著這一個早晨的誇張 單體叔叔給擊殺掉 AHQBD不說 這個地方會被TPA給擊殺掉嗎 閃線之後這個還 哇這時候早晨過來 哈哈哈哈我抓到你了 哇這個另外一邊兩個人在吃8樓 但是另外一邊兩個人在吃8樓 殘血這到底來不來得及呢 眼差進來了 重擊 黑牛要開始繞跑 這邊追擊完以後 某人有沒有辦法靠著自己的高移動性追擊到 他現在看到黑牛滿狀態放棄了 TPA其他隊員的這個注意力 對原本會再打輸了 但是反倒推了對方的一個軍營 還有一個巴龍 對 TPA這個地方判斷要再稍微小心一點喔 早晨稍微往前poke了一下 綠茶再放一次大絕 TPA有辦法拿下這座水晶兵營嗎 哇這邊丁特被射了很多下被移到 丁特直接原地大絕 NA自己也開啟了大絕打到了非常多的人 擊殺掉了綠茶 但是HQ場上 剛剛小瘋已經重生出來了 TPA血量有一點點低 TPA並沒有巴龍Buff 小瘋這個虎啸龍已經踢到BB上面 但是小瘋是有 TPA成功的推毀掉HQ的一座高地 也算是環藝顏色 哇 TPA在這個地方要稍微小心一點喔 因為西門很可能西門有要W下去草叢 阻斷 哇這個草叢做強 哇這個地方反而還被定到 這有一點點虧啊 哇這一個地方 喂 Read my name I'm Westerdor 這 這 am game 對沒有錯 但我說了這麼多他撞牆啦 重點原來是撞牆不說啊 幫我打給貝克看他是不是已經心臟病發了好嗎 不是如果剛剛西門那個有下去的話 我覺得一切都很難說重點是 機會來上 小瘋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果然是直接閃現了被Arch的CC給CC到時候 然後直接使用這個W穿球 哇早晨在這個地方被沉沒 呂茶閃現過來要給早晨一套 可是傷害好像不太夠啊 點燃最後一個Tick 傷害並沒有打下來 有有觸發有把Money的天使甲打出來喔 而且黑牛這邊擊殺掉了悟空 哇這個地方Arch切進來的位置還不錯 BB的這個狀態也很好 黑牛的這個血量是一半左右 最後 雙方都繼續拉開BB 此時已經成為Langender 哇這一個緩浪 BB笑得非常的開心啊 可是西門在同一時間又給他一個壓力在 哇這個控的傷害 黑牛的光盾 傷害並沒有擋到 西門同一時間也被擊殺掉 TPA在這個地方目前是以二換三 現在場上只剩AHQ只剩下打野 以及黑牛 早晨繼續追擊 我NA自己在這個地方 這個必須要靠仰賴Arch的 啊這個Arch剛剛那個判斷那個Q 並沒有打POP掉這一個衣服林的光盾 早晨在這個地方只是繼續追擊 就是要來斷黑牛的recall 打了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會戰喔 這剛剛有一點長 可是這個地方很 這邊在看推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推塔 天使甲被打掉 然後BB這邊的輸出是完全沒有受到尖斷 這個R非常的準喔 巴龍現在開打 巴龍在這個地方又開始打起來 究竟丁特有沒有辦法成功的切到 哇丁特這個直接被踢到巴龍旁邊被輸出啊 這時候就要看BB所站的這個位置 BB有沒有辦法順利的就是存活下來是關鍵喔 哇這邊扣個魔 找到一個很好 Moni黏住了 有炸到衣服林嗎 最後一個R 這邊 GreenT被Moni給黏住以後急殺 現在成這樣NL一個人活著 TPA要直接上路灌進去了 在這個地方 TPA成功的返回烈士 這樣 這一場我們恭喜 這一次的比賽 我就可以講丁皇的這個電話 在call 絕對不要小看丁皇跟我的靈氣啊 吉祥不出誰與爭鋒 沒有啦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純粹單純 我兩隊我